老婆,你把隔壁那个房间收拾出来,一会儿我弟妹就到了,她准备在咱们家住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以后你也有个伴,弟妹是客人,以后你要对她客气一点,别一天到晚的给她脸色看。 什么意思啊,她为什么要来我们家住?我现在需要亲近,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要生了吗?你还叫一个人来打扰我休息? 烦不烦?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你脑子被门家了,多一个人我就要多做一点事,你是不是怕我闲着没事干,给我找事做?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是因为看你马上要生了,才让弟妹过来的,因为她也马上要生了,这不你们两个刚好有个伴吗? 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妈照顾起来不是很方便吗?要不然让我妈怎么办?她不可能来回两头跑吧,她也没有分身术。 明白了,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主意,那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你妈来照顾,我生完孩子就要去月子中心,当初我们不是都说好了的,我生完孩子不需要你妈来照顾,我会自己去找个月子中心。 你妈又没有专业经验,又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看你还是不要给我惹麻烦,也不要让你弟妹过来,你妈要照顾她,就去你弟妹家照顾,不要到我们家来,我不要你妈照顾。 你真是不知好歹,还不需要我妈来照顾,她能照顾你是你的福气,你还在这挑三拣四的。 我怎么照顾不了了?你看我生了两个儿子,不都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吗?你不要矫情,你说去月子中心,难道不要花钱的吗? 我听说去那种地方,一个月就要一万多块,这还是最便宜的,我们家可没有那么多钱给你霍霍,你以为我还是挣钱容易啊?不是你自己挣的钱,不心疼是吧? 当初是你们自己说的,说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们就让我去月子中心。 因为我知道我们女人生孩子太重要了,如果做不好月子,那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的。 你看我现在都快生了,又来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关键是你妈又不会照顾人,到时候她会让我吃一个月的泡面,我可受不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妈是这样的人吗?她都愿意过来照顾你们了,怎么可能会给你吃一个月的泡面呢? 现在是弟妹也过来,难道让她也吃泡面吗?她可是城里人,对,吃是很讲究的,怎么可能会让她吃泡面? 听你意思,我不吃泡面,还得感谢你弟妹呗。她的身份尊贵,高人一等,我能吃泡面,她就不能吃,是这意思吧? 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可有可无?你要是觉得我一分钱不值,当初你就不应该和我在一起,你怎么不找个城里的女人结婚呢? 你别无理取闹了,我说一句话你就钻空子,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弟妹本来就是城里人呀,再说现在你已经是生第二个孩子了,还矫情什么? 你说这一次生的是儿子,你能确定吗?也许肚子里还是个女孩呢,所以一切都要你生下来再说。 就是,我儿子说的对,你能保证你肚子里是儿子吗?现在我能来你家照顾你,你不仅不感激我,还在这嫌弃我,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像我们以前生孩子,生完就下地干活了,哪像你生下来要躺一个月的? 只有是我躺一个月的吗?那你让弟妹也不要坐月子呀,让她生下孩子就下地干活去,反正我知道,在你眼里只有弟妹好,我只是一个外人。 所以我也不想让你来照顾我,你也照顾不好,之前结婚的时候就说好我们不住在一起,所以说到就要做到,现在我不希望你住到我家来,这个叫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行了,小云,你就不要计较了,这些年我妈对你不好吗?她没有亏待过你吧,你之前是咱们女儿死,她还不是大鱼大肉地伺候你,等你坐完月子就要轮到你好好孝敬我妈了,我妈也这个年纪了,她能来照顾你就是你的福气,你还不知好歹嫌弃她,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道感恩的人? 好了,不要多说了,趁现在你还能动,把房间收拾一下,我弟妹她马上就要过来了,她都没有嫌弃你,你怎么好意思嫌弃别人? 瞧你这话说的,你弟妹就是高人一等,我还要拍她的马屁,是这样吗?就算住我家,我还得放下姿态巴结她是不是?你别忘了,当初我也是你八台大教取回来的,你这么看不上我,干嘛要和我结婚?我早就后悔跟你结婚了,自从我嫁给你之后,你有善待过我吗? 在你的心里想的只有你妈,你妈说什么都是对的,说白了,我根本没有话语权 你别这么胡搅蛮缠行不行,我现在都烦得要死,我哪有时间去照顾你,我还要去工作呢,你要是不收拾的话,那你就自己留在家里,我妈没有空来照顾你,她要去照顾我弟妹的,你自己看着办 你以为我很喜欢来照顾你吗?要不是看在我儿子的份上,根本就懒得搭理你,一看见你就烦?你现在说不想我照顾,我还巴不得,我用照顾你的时间做什么不好啊? 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觉得我很愿意搭理你是吧?以后你都不要来我家,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老太婆,你说在你的心里,你有一点点在乎我的时候吗? 当初我生女儿的时候,你怎么对待我的?那一个月我什么都没有吃到过,你哪天不是给我煮青菜,就是给我煮泡面,当时你说这些都是最有营养的,你这么对待我,心里就不愧疚吗?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证明你要转运了,不管是天意还是无意,也不管你处在什么困难中,见到这个财神爷一定会让你扭转乾坤,财源滚滚,福气连连,龙年行大运 你有这些吃就已经很不错了,像当初我们什么都没得吃,想吃什么还得自己去做,要不然就饿肚子,哪里有什么青菜泡面吃啊,只能去外面找野菜一吃,你就知足吧 你们以前是什么时候,现在又是什么时候,你不要混为一谈,你也说是以前跟现在能一样吗?你看看别家媳妇,谁生孩子吃泡面吃青菜的?现在的人都注重养生,懂得女人做月子要是做不好,那一辈子就苦了 你怎么连这一点点科学都不懂?行了,你也不用过来照顾我,反正我们两个人八字不合,我一看到你就生气,说是来照顾我的,我看是来气我差不多 我可不想因为你把自己搞得跟怨妇一样,还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你真当我高兴伺候你,你看看你是什么德性,你只是我的儿媳妇,应该是你照顾我,而不是我来照顾你 现在你和弟妹同一时间做月子,我也不想让别人留下口舌,所以愿意照顾你们两个,我都跟你弟妹说好了,让她过来,我一起照顾你们 可你不知好歹还竟然不同意,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我怎么跟你弟妹去说? 这是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又没有同意,是你们自作主张这样安排的,怪谁呢?反正我不同意弟妹过来 我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你除了给我煮青菜和泡面,再也不愿干别的事,哪怕给我女儿喂一次奶,换一次尿片都没有过 每天你不是看电视,就是躺着睡觉,哪有你这样当婆婆的,是一切长一智 已经经历过的事,我不可能再让她经历两次,所以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放心好了,我妈现在不会这样对你了,我也不允许她这样对你,你可是我老婆,是陪我一辈子的人 我只会疼你,爱你,你永远都是我的心肝宝贝,你就相信我吧 我要信你,诸豆上述,这些年你怎么对我的?你心知肚明,现在还有脸说出这么恶心的话 当年就是相信你的鬼话,才有了我现在这样的生活 要是当初没有选择你,也许我早就过上好日子了 怎么有机会在这里让你们给我甩脸色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婚前对我的好都是装出来的,现在你不愿意装了 这房子是我买的,你一分钱都没有出过 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让你弟妹住到我这边来 难道他们自己家不能住吗? 行吧,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 你弟弟破产了,现在连房子都卖掉了,没有地方住 不然你以为我高兴来照顾你 现在就决定把你弟妹接到这边,先把肚子里的生出来再说 谁知道生的是什么 如果生的是个儿子,我就好好地照顾 如果生的不是儿子,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你就是这样的态度 在你的心里,你从来都没有把媳妇当人看 你自己也是媳妇,多年媳妇熬成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的媳妇呢? 我有什么做错的,当初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婆婆一直都是如此对待我,我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任何的事情 我能够照顾你,是你上辈子行善积德 不然谁高兴照顾你 你不要在这边挑三拣四 我做给你吃你就吃 你要是不愿意,你可以叫外卖 也可以自己做来吃 你有手有脚,又不是瘫痪在床上 你只是生孩子,生完之后第二天就能走能跳 你干嘛矫情成这个样子 你别忘记,你只不过是一个农村人 你又不是和你弟媳妇一样,是一个城市人 对啊,你就不要矫情了 你一想着弟媳妇还得喊你一声大嫂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计较呢? 一家人在一起彼此帮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等到我小弟飞黄腾达时,也不可能会忘记你 你弟媳妇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他有叫过我一声嫂子吗? 而且,他就是一个胡搅蛮缠之人 得理不饶人,每天就知道没事找事 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麻烦 我才不要和弟媳妇一起住 你们要去照顾他 婆婆完全可以去他家里照顾 反正不要到我家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 你是脑子坏了吗? 我说你弟妹现在没有房子住了 房子已经卖掉 否则我怎么可能会到你家来呢? 就算你八抬大教抬我来 我都不一定来 现在不就是没办法了吗? 我看有毛病的是你吧 你们没地方住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老家不是还有房子吗? 可以把你小媳妇接到老家去照顾 反正现在他们没地方住 让你儿子他们一家 都跟着你走到老家去好了 你这女人一肚子的坏心思 就知道打我房子的主意 我那房子需要给我养老用的 怎么可以让你们住呢? 要是你弟媳妇过来住了一段时间 就打算占为己有 那我到什么地方住? 难道我到外面去喝西北风吗? 反正你想都不要想 你倒是会为自己做打算 你的房子不能让别人住 我的房子就可以让别人住吗? 这是我花钱买的房子 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凭什么住进来? 你不觉得搞笑吗? 这是我的房子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谁都没有资格让别人来住 今天你吃错药了吗? 为了这一点点小事 就如此的斤斤计较 我知道 以前你和你弟妹有过节 闹过矛盾 可那也是以前的事 你为什么还这么记仇呢? 人是要往前看的 不要一辈子活在以前的阴影里 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 明白了吗? 我不需要你来跟我说这些 今天我把话料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 我不允许任何人住进来 尤其是你弟妹 你们就不要打这主意了 如果今天他出现在我家 我就把你们全部都赶出去 废话少说 我弟妹他马上就要到了 我还要去接他 你赶紧收拾房间出来给他住 不管怎么样 你都必须让他在我们家住一个月 把月子坐满再说 要不然你让我们都难堪 你想想我弟妹千里迢迢来到我们家 本来就不容易 你干嘛要为难他呢? 他也不是经常来我们家住 你真好意思说这些话 在你心里 和我这个老婆比较 你更疼你弟妹 就好像她是你老婆 我只是和你家的保姆一样 你说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那我呢 我还不是千里迢迢嫁给你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我呢? 我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我一直想方设法 希望融入到你们家 可是你们怎么对待我的呢? 你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好好地照顾我 反而一直都在欺负我 你这女人没完没了 你还要我说几遍 说了我弟弟他破产了 没地方住了 暂时住在我们家 你怎么一点亲情都没有的呢? 一家人就住一起不好吗? 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给你脸了是吗? 现在你给我扯亲情 以前的时候 你弟妹怎么不说亲情呢? 现在有困难了 用到我了 就说有亲情了 她从来都没有 把我这个嫂子放在眼里 既然这样 我干嘛要对她好? 再说 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 自然是由我做主 我说不能住就不能住 今天就算过来了 我也会全部赶出去 包括你妈 你不知道 我喜欢亲近吗? 尤其是现在孕晚期 我不想这么多人住一起 影响我休息 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 现在我小弟有难 你是不是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只是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又不会浪费太长的时间 你有必要这么为难我小弟吗?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为大局着想? 我看你真的是太自私了 还说我没有为你考虑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我问你 我们家就两室一厅 你弟弟弟妹过来住一间 那你妈走哪里去? 让她住客厅吗? 我看你没有脑子的 就是你 反正我是不会答应的 把你们住的房间 让给你弟妹住 然后另一间给我住 你们暂时住一下客厅 这有什么关系? 一个月之后 我和你弟妹他们就走了 到时候 你们再住回去 不就行了吗? 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我看你真是脑子有病 客厅你爱住你就住 反正我不住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 凭什么要我让给他们住? 别说让出我的主握 就是让你小儿媳妇住在客厅 我都不会答应 这世界上人多了 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们这样的人 实在太好笑了 行了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你多浪费 我现在就去接我弟媳妇 今天先住在这边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一起过了 你根本就没有 把我当成一家人 既然这样 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 继续过下去 不如趁早分开 你别太过分 你以为是我巴着你不放吗? 这个家本来就是 我当家做主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了? 你现在居然还打算 和我离婚 你想离婚那就离婚 你以为我稀罕你吗? 行了 你们别吵了 以后我也在你们家生活 小云 你看你生意越做越大 也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家 我留在这里可以帮你们忙 谁需要你照顾 以前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都不愿意 现在我根本不需要 你留在我们家 希望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你以为我愿意留在你们家呀? 这次你弟妹过来 不会只住一两个月 毕竟你弟弟那边破产了 暂时不可能把房子买回来 肯定也需要一年半载 你想想 这么长的时间 家里住了那么多人 你肯定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整个家吧 你有你的工作要忙 有我在这边 你也可以放松一下 我想过了 到时候就让你弟媳妇一直跟着你 和你一起学一门手艺 也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 你倒是挺会帮他着想的 我的手艺从来不教任何人 这些年你的心里只有你小儿媳 我这个大儿媳 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 只有无尽的嫌弃和冷嘲热讽 你别这么说 我们是一家人 难道不应该彼此帮助吗?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想着 以后你的事业越做越大 你肯定需要找一些自己人 那你找谁呢? 不如就找自己的弟媳妇 虽然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合不来 但只要有共同的话题 慢慢地就会越走越近 你别一天到晚就想着找别人 肥水不留外人田 你给我闭嘴吧 今天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都不会让你弟妹住进来 更不会让她跟着我学做生意 我们两个人本来就合不来 各方面脾气性格都不一样 根本不适合在一起 你们就不要打这方面的主意了 这怎么叫打主意呢? 我们实话实说而已 本来我妈还打算 等你以后把生意做大后 给我弟弟买套房子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挤在一起了 现在是困难时刻 大家就对彼此忍耐一下 你也不要这么矫情啊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善良的 你一定会好好地帮助我们一家人 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凭什么要一直帮助他们呢? 以前看在你的份上 我帮你弟弟的还爽吗? 他有一点感激之情吗? 就连一句最基本的礼貌用语都没有 他觉得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一家子都是用这种态度对我 我还尚赶着去讨好你们 是这样的吗? 他是你小叔子 是你老公的亲弟弟 都是一家人 你不帮谁帮? 现在你的店铺已经有三个 每年的收入都在五百万左右 说白了 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千万富婆了 你干嘛还计较这一点东西呢? 买套房子对你来说九牛一毛而已 好了 这些事就等以后再说 目前最主要的是把你弟媳妇接过来 以后大家就在这里好好一起过日子 老公不管老婆怎么反对 还是坚持去把弟媳接了过来 一进家门就大呼小叫了起来 这个家怎么这么脏啊? 真的像个狗窝一样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打扫一下的吗? 脏成这个样子 脚都没地方踩了 我没有办法住这样的房子 赶紧给我换个地方 别一个月住下来 把我的人都住生病了 这样的环境 怎么能够住人? 不能住你就走 又没有谁请你来 裸里巴缩的 你想住好地方你就去别的地方 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有的住就不错了 现在你老公已经破产 根本就没有房子可以住 如果你大嫂不让你住 你就只能睡大街 我看你还是不要胡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脏了 虽然房子小了一点 只有两时一厅 但是每一个脚脚落落 我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你是瞎了狗眼还是什么 在这胡说八道 我本来也没有邀请你过来住 你可以赶紧离开 我根本就不稀罕你过来 你以为我想要过来住吗? 不是婆婆一直让我过来 我怎么可能会过来呢? 我又不是没有娘家 要是你们没有房子 我可以直接回我妈妈家 我根本就不会来你家 早知道你家环境这么差 打死我都不来 那你现在就走啊 又没人拉着你 你以为你还是少奶奶呀? 我好心让你来住 你还在这里挑三拣四的 你说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格嫌弃? 你老公都已经破产了 估计这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 信不信我抽你? 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我知道你肯定是羡慕极度恨 虽然我老公破产了 但最起码 我老公曾经是大老板 你老公是什么? 不就是一个窝囊费 一分钱都赚不到 还要靠一个女人 就是一个吃软饭的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 你别太不像话 我们让你过来住 这也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 如果不是你肚子大了 你觉得我们会让你过来住吗? 你现在还在诋毁我儿子 我儿子怎么了? 是靠你吃还是靠你养? 伦德到你在这说三道四吗? 你这女人确实有些不像话 我们好心让你在这住 你居然还在说服我的坏话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怪你大嫂不愿意让你住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没资格住在这 我看你还是不要留下来了 不住就不住 你以为我很稀罕住在你家呀 我有的是地方住 我现在就回娘家 不过你们记住 从今往后 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到时别后悔就行了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 来都来了 赶紧住下吧 虽然这地方有一点小 但总比没地方住好 以后你就在这里 好好和你大嫂相处 到时候你嫂子挣到大钱了 给你们买一套房子 你是癞蛤蟆吹牛逼 好大的口气 你倒是给你小儿媳妇 买个房子试试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给你儿媳妇买房子 你别在这信口开河 我有钱不会自己花 我干嘛要给一个 不认识的人买房子呢 你当我是神经病 就这样弟妹住了下来 但是婆媳三个根本就喝不来 每天都为一点 鸡毛蒜皮的事闹得不愉快 弟妹每天都要没事找事 我说了 我不要吃鸡蛋 我要喝鸡汤 你给我炖母鸡汤 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做这些 能有营养吗 到时候生下来 肯定是一个面黄鸡瘦的孩子 如果营养不良 是要花大钱的 行了 我一会就给你买 现在我手上也没有钱了 我去跟你嫂子一样 你可真矫情 每天都那么多事 像你这样吃 就算有金山银山 都会被你吃空的 你就不能好好地吃东西吗 好媳妇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生活费 之前你给我的钱 已经用光了 我现在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买鸡买鸭都拿不出来 你再给我一点吧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前几天才给你三千 又没有看你买什么东西回来 怎么几天的时间就花完了 你把钱花哪里去了 不会是把钱都装自己口袋里了吧 早知道你这样 我还不如花钱请保姆呢 请个保姆 也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大嫂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 咱们现在是特殊时期 本来就比平时开销要大一点 如果没有营养 我们肚子里的孩子就不好 你是一个大老板 一个月用三千块钱你都嫌多 怎么那么小气呢 我也没有吃什么 今天我只是想吃老母鸡 我婆婆就给我煮了一个鸡蛋 这能有营养吗 我才不要吃呢 原来你们还开小灶呀 我出钱你没有给我做 全部都让你小儿媳妇吃完了 那我为什么要拿出钱来呢 从今天开始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出来 你们想吃什么 就自己去做 至于我吃什么 我自己会解决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你不给我们钱 我们拿什么去买呀 我们是一家人 你应该好好地帮助我们 不要一天到晚就只想着钱 钱又不是万能的 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钱能够照顾你吗 能够照顾你的 只有我们这些家人 这句话说得有一些不对吧 如果不是我有钱 你们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 像你们这种像吸血鬼一样的家人 不要也罢 留在我身边也只是给我惹来麻烦 如果你们继续给我惹麻烦 那就给我滚出去 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人 明明一日三餐都是我出的钱 你们没有打算给我吃一口 全部都给我弟媳妇吃了 那我凭什么还要给钱 你自己说说 你过来一个月给我做了什么 不是青菜就是萝卜 你有什么时候给我做过一顿肉菜 有点好吃好喝的 你们都自己躲起来吃 我看你们也不要住在我家了 现在就离开吧 我家容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事 你想让我走不是不可以 你以为我想住在这里 你看看你住的房子这么小 我根本就不稀罕 但是之前婆婆说了 你会给我们买一个大房子 你必须要说到做到 你要是不买房子的话 我就一直住在你家 我每天都会折腾你 直到你无法忍受为止 谁答应你的 你就找谁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给你买房子 我就算有钱也不会给你买房子 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要买房子可以找你老公 可以找你婆婆 你现在跟我开口 你怎么好意思呢 我是老板 有最多的钱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给你买房子 你到底还要不要脸 你可能不知道吧 婆婆已经拿了钱付了首付 你看看你这点事情都不知道 还说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家做主的 你的钱被人家拿走了 你都不知道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可没有拿走家里的钱 你再这样乱说 咱们全部都得卷铺盖走人 我看你真是没事找事 什么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从哪里拿的钱 是我老公给他的吗 我现在去找我老公 你们要是这么做 那就全部卷铺盖滚蛋 大儿媳说完就去找老公 你把家里的银行卡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要去查看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的流水记录 我听说你妈给你弟妹买了一套房子 这些钱是不是不是你给他的 要不然你妈她没有钱 也没有退休金 她哪来的钱买房子 你听谁说的 真是胡说八道 我妈怎么可能给我弟妹买房子 就算买房子 也肯定是找你开口要钱 你别疑神疑鬼的 难道我们两个连这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你不用给我说这么多 把银行卡拿出来就行了 我看事实说话 你的嘴巴我是不会相信的 现在我怀疑你和你妈联合起来 想骗光我的钱 如果真是这样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都说了没有拿过你钱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现在要去洗澡了 不想和你多浪费时间 要是你连这点基本的信任的都没有 那你说还有意思吗 你不用跟我扯这些 如果你现在不把银行卡拿出来 我就报警了 你不敢拿出来 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 也许里面的钱都被你拿光了 我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 你再不拿出来 那就别后悔 你知道我说话一向算话 到时候你不要再求我 行了 大儿媳 我实话说了吧 这和我儿子没有关系 钱是我拿的 我套出密码之后就拿走了六十万 给你弟媳妇买了房子 只是付了一个首付 到时候贷款是他们自己还的 你别这么小气巴拉的 你又不是没钱 卡里有那么多的钱 拿掉几十万 那又怎么样呢 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 你会给你弟媳妇买房子 你干嘛要言而无息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给弟媳妇买房子 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 你就自己去承担 你凭什么拿走我的钱 你没有经过 我同意私私拿着我的钱 那就是偷 如果我报警 你就得进去蹲大牢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 无理取闹了 钱都已经拿走了 房子也已经买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吧 我小弟的日子过得不好 你做大嫂的 本来就应该帮忙 你又不是没钱 六十万对你来说 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也有自己的小家庭 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上面 不是一天到晚的 就雇着你你弟和你妈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别结婚 这样的话 你就一心为你小弟 做奋斗就行了 我现在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 都是一家人 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 之前让你带着弟妹做生意 你不愿意 让你拿一点钱出来 给弟妹买套房子 你又不愿意 你到底想干嘛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相处得好 都说爱屋及乌 看来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还知道爱屋及乌 那你说说看你怎么对待我爸妈的 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有回去看过我爸妈一眼吗 就算过年回去 你也是非常的勉强 连几个烂水果都舍不得拿去 那请问你真的爱我吗 我看你爱的只是我的钱 当初我就应该相信我爸妈 不应该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你的身上 更加不应该选择 你这一个凤凰男 我现在嫁的不是你这个人 是嫁给你这一家子人 我还要负责你家一家子人的吃喝拉撒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你就把钱拿出来 要么咱俩就离婚 不过就算离婚 这个钱也还是要还给我 如果你不愿意 我就走法律途径要回来 你为了这么一点点钱 就要和我离婚 还要把我告诉法庭 你这女人简直太过分了 你还说我看中你的钱 我看你的眼里只有钱 根本没有我 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离婚 但你必须要给我一半的财产 不然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现在还和我讨价还价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 我现在就报警 一切都按流程走 如果法院说我要给你钱 那我也会给 绝对不会赖掉一分钱 不过像咱们这种情况 你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不信就走着瞧吧 老婆随即起诉离婚 两个月后判决输下来了 老公净身出户 这期间老婆又生了个女儿 因为男方没有条件 所以两个女儿都归老婆抚养 这样的结果老公肯定不会罢休 于是她和母亲一起去丈母娘家闹 非要老婆分一半财产给老公 老婆自然不愿意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老婆没办法只好报警 本来老婆也不想赶尽杀绝 可是现在逼得她没办法 于是她决定起诉拿回给弟妹买房子的60万 因他们没钱归还 最后只好把房子卖了还债 老婆 别怒 老婆 老婆 老婆